賠錢就對了 你今天XX的女兒 別人找你賠錢就那麼簡單 至於你說XXX的怎麼樣 我也想XXX的怎麼樣 針對黃紫焦事件 實況主統神開直播 表達立場 認為這件事並沒有那麼嚴重 但此話一出恐怕越來越嚴重 贊助商合作品牌 紛紛有所作為 韓式炸雞品牌起家機 在臉書上發文 無法認同並嚴厲譴責 某位實況主 也保證未來不會有 任何形式的接觸 或合作 另外關於餅乾實驗室 以及手遊廠商 劍指三國 哄天騎士團 熱血殺戮 超級全爸爸 和超級小隊 總共7個合作商 都取消合作 也下架業配文章 和統神切割 統神也在10號下午再發文 表示自己被抹黑 也強調自己是針對 先前K小姐指控的事情 表達看法 認為如果是雙方合意性交 本來就沒有犯罪 而他的妻子也在粉專回應留言 表示統神的言論 本意是想勸人 也說他說的不嚴重 是以判決結果去看的 六歲以上到18歲之間的話 雖然也是我們法定上 是未成年的族群 但是他在性自主的部分 在合意上 確實是沒有刑法 沒有刑責 我覺得這個 當然也要看 社會各界的想法 會不會很積極想要去防毒 其實如果我有子女的話 我也其實會很擔心這種事情 當然是需要更高 但統神在直播上的言論 是否涉及法律上的問題 黃紫焦事件衍生到統神的發言 引發各界討論 TVBS和周恩仲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